網頁程式呢 這做網頁程式很簡單啊 就這個比這個 比這個 但是 比這個RTC 啊 比這個商品都簡單 只要單索的基礎是一定要有 你要有這個 web server 要架的 要建設好 web server 在那裡 要 server 的這個要裝好這個 那網頁程式它有它的一個問題 網頁程式的問題是在哪裡 是 受制於 PHP 我們剛才講過 PHP 一下就斷線了 PHP 一個斷線以後 所以我們要用 cookie 來存這個記錄 對不對 不是 PHP HTEP HTEP 一個 request 一個 response 回來 就斷線了 所以我們在 client 端要用 cookie 要 web storage 要暫存 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另外HP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client 永遠是 client server 永遠是 server 這是什麼意思 client 瀏覽器它只能提供 request server 只能發出 response server 沒有辦法提出 request client 沒有辦法發出 response 也就是說它像是雙向溝通 但是它是 server 只能夠走這一項 server 只能夠 response client 只能去 request 它不能夠像 peer to peer peer to peer p2p是什麼 我既是 client 又是 server 對不對 我們希望 如果既是 client 又是 server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send 都可以 receive 的話 那就像是 socket 我就可以 socket就是我每個人 我又可以送又可以收 那這個 我可以主動的送 主動的 主動的雙向的運作 那在這個 我也可以 request 我也可以 request 我也可以 response 別人 但收送都是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收送 但是我可以提出 request 我也可以發出 response 那HV1不行 HV1就是 client 只能 request server 只能 response 當然 這也有很多技巧可以變 像 像這個 像現在很多人 你看到網路攝影機 上面都裝了什麼 它裝了HV1的 server 也裝了HV1的 client 它也可以送也可以收 這什麼意思 它同時把 它把瀏覽器跟伺服器的概念 一起放在一起 它就可以又收又收 它把它又加 我們的 proxy 是什麼 我們的 proxy 就是一個 又可以收 又可以送的 它又是 HV2 client 又是 HV2 server 對不對 它只是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它 它在中間做什麼事情 我們的 proxy proxy 就擺在中間 對不對 它代替 對 client 而言 它是 server 對 server 而言 它是 client 對不對 所以 proxy 它就是 既是 client 又是 server 所以 你要產生既能 request 又能夠 receive的這個方向 那你就可以把 像說 所以現在很多 遷入式系統 它都把這個 等於架於類似 這個 proxy這個東西 架在 放在它裡面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它寫程式的時候 它就會用 vib來寫 它就透過 sbhp 這些來寫程式 它不要去管RPC 不要去管 Saki這些東西 它發展應用的時候 它就用 就用上層的這個 這個 來寫 那 那 可是呢 可是我們在 在 在這個 現實的網頁上面 如果我還是需要 再看 如果還是需要 雙向溝通的話 那 這個時候 那 hp 它是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剛才講那麼多東西 把歷史講完了 歷史 花了一些時間講 實際的這個 webshockey 大家自己去看 實際上面 就是 H25 它就再加了一個 這個新的設計 就叫webshockey 那webshockey 我在 我應該是在這個 這個課程的Facebook上面 有PO一篇文章 就webshockey裡面 有比較詳細 應該是這個課程 你去看一下 那個對webshockey 有解釋很詳細 那個 我們大概要至少要花 大概兩三個小時才能夠介紹 比較詳細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篇文章 那是中文裡面 大概寫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那 它就容許我們這個 雙向溝通 那這邊 像這個例子 它是產生了 如果用webshockey 那用webshockey 它寫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事實上webshockey寫法 就跟一般 TCP UTP 寫法一樣 我一個程式 我再看端 在這邊我就 new一個socket 另外那方的程式 也要newsocket 然後 socket就是一個 鎖頭 一開始到new 然後再open open完以後 你就可以送hello hello webshockey送出去 那 同樣的 你收到以後 message回來的時候 你就有回應的時候 你就發一個alert 然後 然後這個 再close掉 再把這個socket close掉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 突圍的send 然後receive 然後結束 這個 所以這樣就產生了 full duplex by direction 的communication over the web 過去 過去這個web上面呢 不是full duplex by direction 我們有講過simplex half duplex 這個講過嗎 對不對 這個高中的器概課本裡面都有的 就是高中的這個 simplex simplex就是單行道 half duplex half duplex 是雙向道 但一個時間裡面只能夠 一個時間裡面只有一個方向 載過載敲 一個時間 你可以過去也可以回來 但是一個時間裡面只能 那叫half duplex full duplex 同一個時間裡面 你可以雙向傳輸 simplex half duplex 這個是記蓋 應該說高中的計算機的那個 那個書裡面都有的 那 那 那高中都沒有好好的上了 所以就 大學之後高中上過了 所以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常識 常識中的常識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 所以 所以 有了web stalking呢 它是產生了 full duplex by direction 的這個communication 就是雙向 同時 同時雙向的這個communication 我們就可以做了 像這邊 如果我們 要connect 如果我們 不用web socket的話呢 不用web socket connected 然後 message send 然後 response hello web socket 不用跟用 差不多 再送 可以了 再一次 再 send 再 send 再 send 不送 不送 再 disconnect 最後一個 disconnect的message 出來了 alert 就是alert的message 出來 我們再看看 剛剛 有點搞不太清楚 剛剛 不用web socket的時候 不用web socket的時候 然後就 disconnect 就connect到 就connect到 那 基本上 有些背後的不同 顯現不出來 不用的話 其實你送的是HTEP的request出去 不是web socket 所以你加上header 用web socket的話 你在這邊 是開了一個Socket 所以你的overhand會比較小一點 而且同時可以雙向 所以用跟不用的差異在這裡 還有我剛剛談的那些差異 ok 那這個是web socket的部分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我想就不談它了 Socket跟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也是很重要 尤其到手機的時候 常常要接受通知 那在手機的notification比這個更多 有好多不同的notification的方式 我想就不談了 那HRWELL的這個drag and drop 我們這已經看過了 就這個 怎麼drag and drop 我不看 我剛剛看過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 drag in 這個 這是個從桌面抓一個丟進來 好 我們這也不去看它了 drag in drag out 他把一個東西drag out出去 這些 geolocation呢 剛才也 也這個 這個 就秀到輔大的location 你只要get current location 只要get current location的話 那這個 當然這是秀在地圖上面 當然你要秀 秀經緯度也是ok的 然後方向的orientation 這個也是在device很重要 在行動裝置裡面 它可以測 這個配合上 css media query 這兩個合起來的話 就 你可以把行動裝置上面的 這個橫向或直向 Landscape或portrait 這兩個 這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跟大家談 Device are retained 他可以做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 因為時間快沒有了 這個我們看一看 這個我們試試看 就語音 就語音長文字 hello ok 蠻厲害的 ok 好 這只有講簡 中文 我不知道我會否walk 你好嗎 你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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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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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 這個是 它裡面做了 中文的語音辨識 有一點困難 我現在只有兩個語音 語音的這個簡單的是 這樣用字的是比較簡單 認識字是ok 但你要斷句便很困難 我以前好像講過這個例子 我自己有一次想要幫 有一次之後會找我做個教材 那我想要這個用 我懶得打 想用語音來做 就發生非常困難 你要講逗點 句點 那個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現在語音辨識 單字的應該都沒有問題 或下command的應該沒有問題 我想後面應該就沒有什麼了 後面這些 tag的這些部分 我想我們就 留給大家自己去看 多媒體啊 tag video 有很多都是 3D的 這個就比較 3D webGL 這個東西 就 都是直接用的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那CS3我想我們也不用再談了 那大家要這個 JQuery跟H15的這個 Live 盡量的做吧 那我們下禮拜 開始就要走到後端的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